請秘書長跟次長 請李秘書長跟謝執長 就兩位的理解 那個刑法的這個沒收條文在修正之後 現在有關於對於被告的沒收 以及對第三人的沒收 到底要不要經過檢察官的申請 就是說沒有檢察官沒有申請 法官可不可以對被告宣告沒收 或法官可不可以直接對第三人的宣告沒收 蔡廷長你的看法 被告可以啊 對被告可以申請沒收 也就是說對被告的沒收 對被告的沒收是不需要檢察官申請的 對第三人的沒收呢 第三人的沒收要另外的 蔡廷長 對第三人的沒收要不要經過檢察官申請 報告委員 對第三人的沒收我們有兩種情形 一種就是說我們被告正好有本案在訴訟的時候 我們法院可以依職權請他來參與訴訟 那另外呢如果說本案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不能啟動的情形下 可以單獨申請宣告沒收 也就是說如果是有起訴了 所以對第三人沒收也無庸檢察官提出申請 這個部分如果起訴我們第三人來的沒收是用參與訴訟的方式 那參與訴訟的方式 對啦我的意思就是說簡單的一個問題嘛 就是說對第三人 檢察官起訴對A被告嘛 那要對B的第三人要進行沒收嘛 這個時候如果檢察官沒有發動請求宣告沒收嘛 這時候能不能對這一個B的第三人法官直接依職權來宣告沒收 可以目前可以將來要有程序 就是說不需要檢察官申請的 好那現在這個次長你的看法是不是也是如此 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兩個版本裡面在講說 這個檢察官應該在起訴的時候提出起訴書或者申請書 或者在審理中要提出申請等等的 這個到底意義在哪裡啊 報告委員是這樣子 雖然這個沒收在有被告本案的訴訟程序的時候呢 是不帶檢察官在起訴書裡頭去載明 但是我們只是希望檢察官如果他一旦發現應該對第三人沒收的時候呢 尤其是在他起訴的時候就已經知道 所以這一切的動作都只是在促請法官注意而已是吧 這是屬於程序的部分是 不僅促請法官注意也在保障第三人 我們簡單講就是用一個民宿所用概念 法官如果說 原告沒有起訴法官就不會去判嘛對不對 我現在簡單講你們現在把一個民事用不當立德觀念放到刑事來 那檢察官沒有提出申請法官到底能不能一直全判嘛 就這麼一個簡單的答案 已經講了五分鐘了 法院可以一直全判 所以法官都不用提出 檢察官不用提出法官就可以判了嘛 是吧 必須要我們眷內知道說有這個第三人 所以如果檢察官知道的話他必須提出來 這一切這一切的講法的意義都在於說 到底到底法官如果沒有檢察官提出申請 到底法官可不可以一直全認知之後加以判嘛 那如果可以了 就你的答案就給我就可以就可以了嘛 可以 那就可以了嘛 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依職權可以進行發動嘛 對不對 是或不是 是 但是對於第三人的保障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只是後續的命他參與訴訟的問題嘛 沒有保障 後續的命他參與訴訟的問題 好那個 部長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現在一直在講那個自由證明 我剛剛也講的蠻大聲 已經事先洩提了一下 我請問你什麼叫自由證明 市長 我想在這個 當然我們檢察官申請沒收的時候 有關你這個違法的行為 當然還是嚴格證明 但是你這個違法行為 市長我是問你什麼叫做自由證明 你給我一個自由證明這個意義的講法 還是副市長還是哪一位上來講一下 應該那就是可以提出那相當可信的證據就可以 跟嚴格的證明一定要切信無疑 並不大一樣 市長 市長 你以前做什麼的 自由證明你再講一遍 自由證明是什麼意思 自由證明當然在我們條文裡面提到 提出相當可信的證據 所以你的自由證明的意思就是說 提出相當可信的證據叫做自由證明 護市長 市長 我們從反面來推啦 嚴格證明一定要法定的那個證據的 的調查方式經過法定的程序進行 那 護市長 那門檻的話要到確信的程度 再講嚴格證明 反之的話叫做自由證明 好 市長 再問一遍 自由證明講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講159 159 能不能把六法全數次長您看一下 159在講說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之陳述 原來當時傳聞不能當證據對不對 對 159的第二項在講什麼 護市長 159的第二項在講什麼 我可以看一條 寫了一個B案寫了一個乙案 給我講了半天自由證明 連自由證明的意義是什麼都搞不清楚 你是在呼嚨我們大家立法委員啊 幾乎大家不懂嗎 這部分我們在前兩週的那個 什麼叫做相當可信的證據 我們在前兩週的那個 沒收的講習裡面 學界的通說就是認為說 就沒收的範圍看了金額 就是用自由證明的方式 對於要違法行為的 我再問你一遍 你剛剛已經講了 依照法定 具有法定證據的 就是嚴格證明對不對 沒有依照法定證據的 就是自由證明 159的第二項 就提到說 檢視審判檢疫 裁判的這一類 還有包括積壓的 在第二項裡面就說 不適用第一項的那個傳聞法則 這個就是自由證明 法務部拜託一下好不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們講的自由證明 是希望怎麼樣 希望也就是說 講官提出的證據 不需要適用傳聞法則 有傳聞法則 例外的適用 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是 是這個意思沒有錯 那你為什麼不放在159的第二項 你就159的第二項 你就加一個沒收就好啦 沒有辦法 因為司法院的那個會賢 沒收的修法面 並不包括159 所以受限於這個修法的體制的話 我們必須要在 那你條文至少也可以比你159的第二項來寫啊 護士長你這樣講的不就自己不就懂了嗎 那你寫一個相當可信的證據 我問你啊 刑事長法在122裡面的搜索的規定的第二項 是用相當可信的證據嗎 他就相當理由可信 要跑到第三人的家裡面 所以有相當理由可信 犯罪嫌嫌在裡面我要衝進去 你現在沒收是經過裁判 你可以用這個來比擬 用一個什麼相當可信的證據 全個刑事長法裡面通常被看過的嗎 要呼嚨誰啊 幾乎大家沒有練過刑事法啊 是你泥的嗎 那誰泥的啊 這是大家討論的 法務部的刑事法的水準就這樣而已 那我問一下司法院秘書長 請教一下 那對於說 如果他們要適用傳聞法則的例外 也就是說 他要比照159的第二項 因為你們現在已經將交互結問 排除在這個沒收的程序以外 就是說 沒收也不適用交互結問了 那麼 他現在說要用自由證明 如果他講的自由證明 講的是159的第二項 就是說比照積壓等等這些 不需要受到傳聞法則的約束 那你們的意見呢 剛剛委員講那個 就是第三人參與 不適用交互結問是 不交互但是還是有結問啊 不交互而已 也就是說你們的問的方法 大概跟民事訴訟差不多 就是他 因為他不能夠因為 那這樣的話傳聞法則 因為你們現在 我跟你講啦 所有這個對第三人的沒收 因為我當時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 當時在討論這個對第三沒收 現在你這完全是民事程序 民事訴訟是沒有這個概念嘛 那你現在對於要不要沒收 對於要不要沒收 你到底是不是 要排除傳聞法則啦 沒有排除啊 沒有排除 你主張還是不要排除就對了 對 或者是說啦 就像您剛剛在前面 在尋檔的時候 一直有提到 對於違法事實部分 用嚴格證明法則 對 那麼對於沒收的範圍 以及沒收的估算 因為有追證的問題嘛 對 這個可以用大致證明的方式 對 那一個證明的程度 就是沒有那個違法事實 那麼需要這麼確定 那對這一個的意見 法國部的看法是如何 也就是說 舉證的程度 我們現在不要講 單傳聞法則的 適用與否的問題 還有證明的程度問題 這兩個其實概念是不一樣的 對 那麼你們對於這兩個概念 法國部的立場 對違法事實的部分 還是要到達嚴格證明 就傳法則 加上到達超越合理 可以懷疑的程度 然後呢 對於沒收的範圍 跟估算 這個可以用大致證明的方式 這樣同意嗎 是這樣沒有錯 那就拜託兩個 兩個部跟院 好不好 回去協商一下相關 合適的條文嘛 好不好 可以嗎 你們有一個 施法院的版本裡面說 要經過檢察官或自訴代理人同意 可依照刑法的38條之二 你那個過科條款的節制的問題 法官本來就依職權嘛 剛剛也提到說 申請沒收不是一個宣告沒收的要件 不管被告或第三人嘛 那這個的時候 法官如果覺得過科 或者不符合司法資源的 這一個有效的利用 就直接說宣告不以沒收 或把他減免 為什麼還要經過自訴代理人 或檢察官的同意 我問一個問題 申請不要經過檢察官同意 為什麼法官判決的時候 要經過檢察官同意 這什麼邏輯啊 這一個跟委員報告 這個455條是15的這一個東西 這個是跟那個過科條款不一樣的 這個是就是說那個證明 那你過科條款 我看了半天 我也看不出你過科條款 規定在什麼地方 你那一個 你那一個金檢查官或自訴代理人 同意之後 把它作為不予宣告沒收 跟過科條款的意志或精神 有什麼兩樣 我現在問題 只是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依職權宣告沒收 這是最基本的 你們到現在為止 並不是採 要經過檢察官或自訴代理人 同意才來宣告沒收 所以最後都是法官的權 在法官的權的情況之下 我要沒收法官的權 我也不用你發動 我就宣告沒收 最多你就促請我注意一下 告訴我說有這麼一件事情 我現在認為不宜宣告沒收 或者我認為說宣告沒收 當然也合法 但是不合於這一個 不必要做這麼大的動作 可能已經 已經事實上 沒有必要再過 這樣子的 讓過科的來宣告沒收 傷害到第三人 或者是被告 這個時候為什麼還要再經過 自訴代理人或檢察官同意 特別要記住 經過自訴代理人同意 檢察官你還可以說他具有公益代表的資格 自訴代理人 你問他他要不要經過他同意 你法官才可以判 這種的設計又是哪門子的邏輯啊 這個就是455條15的 這是基於訴訟經濟的考慮 跟那個過科條款 那個意義不太一樣 那過科條款在認定的時候 要不要經過自訴代理人或檢察官同意 那個 這個是實體法的規範啊 對啦 那我說從訴訟法的觀點 你們在程序的處理上 要不要經過自訴代理人或檢察官同意嗎 依照條文是沒有 不用啊 那你這樣的話 你在設計這一個 這一個條文是多少 455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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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條款的時候 為什麼要經過自訴代理人或檢察官同意呢 因為不是過科條款嘛 它是基於訴訟經濟的考慮嘛 所以給予法院這樣一個裁量 對不起 我那個主席啊 我再利用一下 法務部一直在講保權扣押保權扣押 我剛剛其實也已經講很大聲了 現在133得沒收之物經過刑法的修正 沒收之物已經擴大到這麼大了 你現在要跟我講保權扣押 你告訴我你保權扣押的條文要怎麼設計 不要隨便給我用一個名詞叫保權扣押啦 扣押就本來就是有保權的意義 本來就是在檢察中講應該要承擔的責任 還再加上現在還有一個證據保權的相關規定 在二一級的那個 保權證據在二一九之一以下 已經有相關保權證據的規定 133又把得沒收之物又經過刑法的修正已經擴大了 你現在告訴我你還要怎樣保權扣押 才能夠進行刑事說法這一次的修正條文的一個 一個主案的討論 主條的討論 講的是什麼意思啊 我才書學潛啦 我到現在位置聽不懂你們法務部報告裡面 講的保權扣押的條文的內容到底是要寫什麼 沒有任何比較立法力的說明 沒有條文的內容 然後就說我們就不要審下去了 那你現在告訴我保權扣押講的是什麼 因為這個保權扣押這個呢 是一般在我們研習會的時候呢 寫者的一些見解 哪個寫者 相當多啊 哪一個講個名字出來啊 要不要講 幹嘛不能講啊 學者文章 學者誰不認識啊 講個名字嘛 隨便講一下啊 我哪天去請教他一下可以吧 我今天本來想要很平和的氣氛來質詢 但是忽然就不得不自主的就這樣子 一直火氣上來起來 我只是覺得就是說 法務部 在寫出這樣的報告的時候 要有基本的訴訟 訴訟法上的血氧 才讓人家看 看得中你們 如果說你們要反對司法院的版本 我沒有反對 大家可以來討論 這樣的版本設計應該是如何 但我希望你們提出來的版本 或提出來對照的條文 是經得起學理上的初步檢驗 不要提出我們 講出來叫我笑話的東西 那司法院在制度的設計上 相對來講 也要有邏輯的一貫性 我剛剛提到的 經過制度來講 我們同意 這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道理 這麼相怨的說 要經過誰同意 法官才要判 這個都是一種推卸責任的一種制度設計 非常的不足取 以上好不好 好 謝謝顧委員 請代言單位 請